好 最新的連線焦點還要帶你關心就是今天的重頭戲 這廣州亞運開幕式晚上八點就要登場了 現場現在安檢超級嚴格的 平均不到一百公尺就有公安武警來驗票 目前最新的狀況我們立刻連線記者李烈芳來帶我們掌握 烈芳 這個主公 我目前的位置呢 是在廣州大劇院的民眾安前口 也是最靠近所有的人都要經過這裡來進入海星沙參加開幕式 而在我的身後你可以看到 幾乎每隔一百公尺呢就有公安武警或是志願者在檢查你的票 你一定要有像我手中這一張紅色的票 才能夠像是護身符一樣經過層層的關卡 因為在這裡呢從早上十點開始已經全面的進空了 所有的觀眾必須在傍晚五點以前全部進場 那我們稍早呢也訪問到一些民眾啊 你知道嗎 要這張票要排隊至少一個月到半年要上網預購 而且呢我們也幸運的採訪到了一些台灣的觀眾 順利拿到這張票 他們驗票很嚴格齁 對啊對啊對啊 他一個要安檢 對啊 第二個要可能要帶台報證 他已經有輸入大概一樣 還要看台報證啊 對他要看台報證 他已經有這個票是對南台報證 他一刷就可以跟那個過關一樣過海關一樣 你的那些照片啊什麼都會顯示出來 對對對 你排了多久 多久成一月的 一個月 我們一家人那個就是所有的身份證全部都搞進去搶的 那你都搶到幾張票 三張 我們五個人 五個人三張票已經很幸運了 已經很幸運了 整個開幕式會在八點開始晚上十一點結束 而你可以看到在我的背後 有一個高六百多公尺的廣州塔 它是廣州的新地標 那麼整開幕式的最高潮就會在廣州塔來施放煙火結束 那主辦方也透露呢 這個煙火將是最大的懸念 它會非常有中國元素 而且也會結合當地水文化的特色 以上就是廣州亞運開幕式的最新現場 鏡頭交換棚內 好非常感謝列邦 您可以看到這一回呢 今天晚上廣州亞運就要盛大開幕更多的訊息 我們中間新聞全程為您做掌握